接下来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协会主席郭光华师兄上台至开幕词 尊敬的Alex顾问长 常委们 理事们 嘉宾们 师兄 师姐们 大家晚上好 在这持旧迎新 欢聚一堂的喜庆时刻 我代表马来西亚返劳顽童气功协会 向大家致以最诚恳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 首先我要感谢在座每位对协会的支持和心情的付出 过去的一年 我们洗手恭敬 共同创造了协会的辉煌成就 感谢每一位师兄师姐在这一年里的心情努力 真是有了你们的支持 协会才能组装成长 走向更会王的未来 在此我特别想要提及关于台湾希望园区的喜讯 感谢有关希望园区马来西亚 师兄师姐的慷慨监管 2019年的第一次监管 总计达到166万元 再加上去年第二次的监管 703千 介于今日我们总共筹得马币237万元 这笔三款相当于15间 1.5的住宿 为我们的梦想 建设做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感谢澳洲地区的支持 我们已经成功募得两间住宿 旅总目标 整栋马来西亚大楼20间的住宿越来越近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大家的鼎立支持 目前还需要35万元 相当于2.5的住宿 我们的筹募呢 将持续于今年3月15日 希望大家呢 继续呢 细手努力完成我们的目标 好不好 刚刚在常委座呢 我们的顾问长 我们的三位副会长呢 刚才讨论了一下呢 这个35万元呢 我们已经筹满了款项 所以呢 请大家给掌声给我们的常委理事们 感谢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想我们马来西亚也为台湾 为我们的老师 为希望元气呢 做了一个圆满的一个事项 马来西亚的这个其中一栋大楼呢 就是在台湾呢 这个正式的这个建议了 在台湾里面 其实真正它是有 九座 九栋的这个希望元气 而马来西亚呢 我们马来西亚 就赞助了其中一栋 所以我在这里呢 感谢在座的每一位 这个出钱出力 为我们的老师 这个 准备了将近15年的这个希望元气呢 正式的这个 这个成因呢 在这个九月的时候 我跟Alex 参加了老师的这个 这个活动呢 老师也非常的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激动 花了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两位老师呢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希望元气 把他建起来 让我们以致烈的掌声呢 来感谢我们两位老师 好不好 除了希望元气的这个监管呢 我也要感谢 63位的马来西亚 李爱的师兄师姐和 ITC的教练呢 他们将在三月一日呢 之十日 参加台湾希望元气 举办的 癌友气功班 和这个癌友心灵治理 你们的勇气和坚持呢 是我们的骄傲 因为你们在台湾的这个旅途中 找到更大的力量 另外 尽管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如今 炼工厂呢 全部重新开放 更令人振奋的是呢 中马区啊 也就是今晚你们的 刚才这个 Cyber Jaya 湖滨公园 开设了第76个炼工厂 请给掌声 为我们的烦恼丸童呢 这个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们希望在更多的地方 开设烈工厂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 有机会接触烦恼丸童气功 恢复身心灵健康 远离疾病的威胁 在新的一连里 让我们的100个炼工厂 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努力 为这个美好的目标 继续奋斗 烦恼丸童第三届任期呢 很快就到来了 我也将在5月份呢 任务严满完成了 我想要特别感谢 大家过去7年的 信任与协助 特别要感谢 Alex顾问长 秘书长燕丽 三位副会长 韦齐 赵源 景龙 独岛 惠君 常委们 理事们 感谢中马区 东马区 南马区 北马区 感谢你们过去 三界的鼎立支持 不离不弃 为协会 为大家 付出了巨大的 贡献 才有今天的 烦恼丸童 我也要特别感谢 东马区的刘道仙 师兄 你永远活在我们的 缅怀里 请大家 给予热烈的 赞声 感谢 我们所有的 常委 李诗文 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 大家一样 相互的关心 相互的信任 一起走向 正确的光明大道 感恩 生命中 有你们 最后 祝福大家 在新的 龙年里 身体 健健康康 家庭 幸福美满 世事 圆满成功 笑口 常开 龙马精神 龙年 行大运 谢谢大家 谢谢国主席